我们在地球上生活,有时候会忘记地球是多么神奇,关于地球有哪些有趣的科学和知识呢? 太空中的第一张地球的照片拍摄于1946年,早在苏联人造地球内心,真正开启太空时代之前,太空中的第一张照片就已经拍摄,美国在通过V2火箭发射,搭载着一个摄像机。 当火箭到达105公里的高度时,拍摄了一张黑白照片,这是人类第一次拍摄到太空中地球的照片,宇航员在太空中不穿宇航服并不会爆炸太空,是极其恶劣的环境。 人们谣传说,在太空不穿宇航服会爆炸,其实这是错误的,人体的皮肤足够强大,防止破裂。 宇航员可以在不穿太空服的状态下,在太空中存活两分钟,但最终会死去。 虽然进入太空中的物体,最终温度,都会达到零下270度,但并不会像电影中立即被冻结,因为太空是真空的,所以只能依靠服射散热的方式丧失热量。 这个过程会十分缓慢,最终体温会降到大约零下270度,可能在大约一十几十多度时,人就会丧失意识和生命活动特征,很快会死去。 目前人类的最低体温,记录为13.7度,如果在18公里纪约19公里的高度达到了阿姆斯特的极限,十分低的气压导致人体正常体温37度要是沸腾, 在你血管内的血液不会沸腾,因为静脉壁保持一定血压,足以足止你的血液沸腾,超过了阿姆斯特拉极限,身体的液体会沸腾,而蒸发掉。 地球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,未来会被超越喜马拉雅山脉,是两块大陆半块碰撞的产物,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,其主峰珠穆朗玛峰,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, 平均每年上升约4毫米,但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最高峰南加帕尔巴特峰,是世界第九高峰,海拔8126米,定义每年7毫米的速度较高, 所以南加帕尔巴特峰会,在约24100名年后,会成为地球上最高的山峰,地球是太阳系中密度最大的行星,如果你正在寻找我们太阳系中密度最大的行星,静在眼前脚下,地球是我们太阳系中密度最大的行星, 密度为每立方厘米5.52克,当然这只是平均密度,地球核心的密度最大,国际空间站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物体 国际空间站,是有史以来构建的最昂贵的物体,预计成本上达到1500亿美元,每年的维护成本35亿美元,国际空间站可能在未来几年被淘汰,而坠入地球大气层,地球最遥远的照片航天旧航海加一号,1990年,拍摄了最远的地球照片,距离地球约60亿公里,被称为淡蓝色点的照片, 在下面的照片中,与巨大太空相比,地球显示为像素的一小部分,0.12个像素大小,地球上唯一能在太空中存活的生物水熊虫,可以在真空中生活时间,它们可以承受零下272度,到150度的低温和高温,甚至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,以以身状态下存活30年,有多少人造物体在绕着地球飞行, 自从人造地球卫星一号的发生以来,已有38000颗人造卫星绕地球轨道运行,在那里还有超过22000个人造物体,其中只有5%是正运作的卫星,其中8%是废弃的火箭,而其余的87%是碎片而不活动的卫星, 美国宇航局估计平均每天有一个物体,正在打回地球均入大气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